这是香港武侠片的经典之作 不仅有各式各样眼花缭乱的功法 如女人拳 指人爬 绣花针 虎形拳 武打动作设计更是堪称一绝 哪怕是放在44年后的今天 仍然是不可复制的存在 它就是洪文定三破白莲娇 见祖传绝招对老头不管用 小伙便鸡嘴地掐住他的双眼皮 然后迅速一击 为了练究绝世神功 老头不惜单身80年 只为了能游刃有余地控制全身穴位 可就是如此高手小伙偏不信邪 要与之一战 指音就在一个月前 小伙洪文定和兄弟胡亚镖 用虎形拳和鹤形拳 打死了恶霸白莲道人 事后胡亚镖被捕入狱 随之皇上为了顺应民意 下旨释放所有的少林熟家弟子 并允许他们重建扫里斯 而被释放的名单当中 也有胡亚镖 得知这个消息后 白莲道人的徒弟高晋忠十分气愤 当初胡亚镖和洪文定 连起手来杀了白莲道人 如今胡亚镖却被无罪释放 这让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 于是高晋征就上山 找到了白莲道人的师兄白莲道长 听闻师弟的遭遇后 白莲道长同意下山为他报仇 而另一边 洪文定看到胡亚镖被释放的消息后 高兴地跑回家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家人 此时被放出来的人们正匆匆地往家里赶 胡亚镖在牢里被人打到了一条腿 所以只能靠别人背自己 到了路口 一行人便分道扬镖 胡亚镖一曲一拐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这时三人拦住了他 镖嫂一见丈夫就冲过去抱住他 谁知发现胡亚镖的腿被人打断了 另一条路上 高晋忠派来的杀手正埋伏在草丛里 他们看见少林俗家弟子走了过去 当即便冲上去杀武社 可他们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胡亚镖的尸体 而胡亚镖因为和他们不同路 就这样逃过一劫 彪嫂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为丈夫接风洗尘 红文定和小青显然是两情相悦 而哥哥嫂子也同意将小青许配给他 所以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但就在四人高高兴兴的喝酒时 一群杀手却追杀到这里 胡亚镖立马让妻子和妹妹躲进房间 两个男人则出来和杀手打成一片 怎料杀手来的太多了 怎么杀都杀不尽 两个女人也加入到战斗当中 可彪嫂已怀有身孕 片刻后有些体力不知 小青健壮立马过来帮忙 打斗生疆附近的村民吸引过来 他们拿着锄头棍棒来帮兄弟俩 胡亚镖让妻子和妹妹收拾行李 先行离开 随后白莲道长走了进来 二人杀死白莲道人那是为民除害 想不到如今他的师兄竟上门寻仇 由于胡亚镖的腿脚不变 于是洪文定就上前领教白莲道长的高招 没成想白莲道长的出招速度极快 即便手里啥武器也没有 拿着刀的洪文定依旧不是他的对手 只见白莲道长抓住洪文定的手腕 随后顺势将他手里的刀夺了过去 白莲道长一言一行皆是挑衅 偏偏众人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紧接着他更是使出了七步夺魂掌 众掌之人紧紧走七步便吐血直接嗝屁 洪文定和胡亚镖健壮决定 是用虎鹤双刑对付他 当初白莲道人就死在了虎鹤双刑拳之下 谁知白莲道人的武功比他失地更胜一筹 加上胡亚镖腿受了伤了 无法将虎鹤双刑拳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所以二人屡屡屡败在白莲道人的手上 胡亚镖决定自己拖住白莲道长 让洪文定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妹妹走 可惜他用尽全力 也不能对白莲道长造成一点伤害 白莲道长像一个轻飘的指人一样 当拳风从他身上扫过时 身体便随风向后退着 根本伤不了分毫 下一秒胡亚镖就被白莲道长打倒在地 彪嫂见状立马过来扶他 没成想白莲道长这时批出一掌 胡亚镖见状立马为妻子扛住了伤害 他就这样惨死于白莲道长受伤 红文定见小青已经下定了父死的决心 于是抱着彪嫂打算离开 结果白莲道长追了上去 小青见状立刻阻拦 将刀抵在白莲道长的脖子上 等料他的脖子居然硬得跟石头一样 怎么都砍不动 谁呀 他们到哪去了 小青被白莲道长一讲击飞 随后蹊跷流血身亡 此时的红文定已经带着彪嫂逃了出来 他十分担心小青的安危 他们人多势众 小青恐怕凶多吉少 我们不如先避一避 慢慢的再说 二人决定去投靠彪嫂的亲戚 该亲戚名叫阿诚 在一个纸扎铺里工作 你们怎么会到这来找我的 彪哥呢 我们若娜呢 想在你这住几天 阿诚很是重情重义 他爽快的答应了收留二人 问起胡亚彪究竟发生什么事实 彪嫂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红文定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阿诚 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早就劝过他不要整天练功夫 参加什么组织 红文定和彪嫂在这里住了下来 他一边向阿诚学习纸扎技术 一边练习功夫 红文定擅长的是虎形犬 他决定将老胡惯用的鹤形和虎形融合到一起 一个人打出一套虎鹤双形 这样一来 说不定自己可以打败白连道长 被胡亚彪报仇 从这天开始 红文定开始了疯狂的训练 每天个院子里干25个点的拳 他还拉着另一位兄弟一起练 可惜对方早已被他折磨的精疲力气 这时飙草站起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你得知道白连道长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可红文定下定决心 要去找白连道长复仇 他觉得自己的虎鹤双形拳已然练成 所以闯进了白连教 师主 请问你找哪一位 我是红文定 是来找白连的 小道士请他改天再来 今天是端午 道长可这天一律不接客 既然这样 红文定就只能用闯了 小道士都不是对手 眼见场面要失控 高进忠从里面走了出来 红文定扬扬说自己今天来 就是要干掉白连道长 他将一众小道士打翻在地后 联合高进忠过了几招 二人的武功不向上下 直到红文定使出虎鹤双形 才将高进忠击败 此时白连道长这台喜香 喷喷呢 一个小道士接着禀告的红文定来了 于是白连道长就穿上衣服走了出来 红文定 今天是端午节 是我沐浴静身的日子 本来我是不应该开杀戒 但是骗骗你来了 红文定也不敢的废话 直接冲上前给了一套组合拳 可惜不管是他的出拳速度有多快 都不能伤及白连道长的分厚 白连道长这个身形讲话得跟鬼命一般飘忽不定 红文定连他一脚都碰不着 不管是攻下牌还是攻上牌都磨得用 然而白连道长实施轻轻一招 就将他打倒在地 红文定 你这个半桶水的虎鹤双形 怎么有资格进我的身呢 白连道长决定送他下去见胡亚镖 可红文定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撒死的 见状不妙立刻逃跑 白连道长派了两个人来追杀他 红文定察觉有人跟踪自己 于是伪装成殿小二 甩开了他们的追踪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米黄色的年轻人来过 刚才在门口招呼你们两位的不就是吗 两个杀手这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红文定回到家时发现彪嫂已经生了 那是胡亚镖的姨父子 文定 我生孩子那天你上哪去了 阿诚想找你帮忙都找不着 让我说 大嫂 文定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他那天自己偷偷的去找白连 谁知道让人家给打败了 彪嫂觉得红文定也算福大命大了 白连武功这么厉害 你还能活着跑回来 红文定发现了一个问题 自己不管怎么用力都打不着他 是不是出拳还不够快呀 等我身体好了 我们一块来研究一下 怎么样去打败白连 你暂时留下来帮阿诚的忙 红文定只好静下心继续练武 每次都会让阿诚给自己当陪练 结果就是阿诚被折磨够呛 但红文定依旧没有找到对付白连的技巧 这天在看红文定练功时 彪嫂发现其中的诀窍 白连深情如厌 当别人的拳头攻击向他时 他会像指人一样向后退 所以根本无法打到他的真身 你这样练法 永远都进不了白连的身 因为他有一种特别的武功 是什么武功 你拿个指人出来打几下 你就明白了 于是红文定就让阿诚扮了个指人出来 一拳打向指人 却发现指人因为自己的拳锋不断后退着 越是用力 指人就退得越快 而这也是他无法打到白连道长的原因 只见彪嫂捏着兰花指 很快将指人搓了几个洞 而彪嫂用的不是什么特殊的功法 不过是寻常的女人功罢了 如果红文定能学会女人功 结合虎鹤双形 说不定还真能打败白连道长 但女人功和男人练起来 不是一招息一能练成的 首先要将手脚练得像女人一样柔软 所以彪嫂让红文定跟自己做针线活 红文定平时就是个操汉子 秀起花脸有几分困难 但为了能帮自己的好兄弟报仇 学的还是很认真 红文定将手练得跟女人一样软实 彪嫂就开始教她女人功了 全身放松 把手慢慢举起 软一点 女人功讲究的是柔软度 红文定的手摔柔软了不少 但身体依旧僵硬的不行刺 可尽管将自己摔得满身试灰 红文定也依旧坚持认真地跟彪嫂练习 几天下来已然学到精髓 就连声音都不自觉地变了 既然女人全已经练成 那么就将虎鹤双形结合一起 但强烈的道德感让红文定怎么都不肯再练习下去了 尽管红文定的招式用对了 却依旧还有拳风 白莲身情如厌 哪怕一点点拳风都不行 在红文定的坚持下 阿诚只好又将指人搬出来给她练 红文定的武功倒是长进了 指人越练越少 导致阿诚连货都交不了 阿诚只好在老板面前谎称 指人让猫给抓坏了 为了让红文定误以为自己神功大成 于是阿诚拿出几个石心的指人 红文定见自己无论怎么打 指人都窥然不动 便以为自己神功练成 她等这一天等太久了 当即兴冲冲上山 要找白莲报仇 阿诚意识到她离开后 急忙地追了上去 不行 你不能去的 大嫂有事 不是 你练的那些纸 因为老板要我交货 所以我做点手脚 但红文定却认为 阿诚担心自己有来无回 所以如此着急 她坚信这一次能战胜白莲 于是独自上山了 她轻巧地跳上楼 竟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不过当她闯进去时 还是被白莲的徒弟发现了 二人持剑 击向红文定 红文定早已将虎鹤双形练得炉火纯青 两个道士自然不是对手 她直接抢过小道士手里的剑 并扔向白莲 可即便如此 埃莲道长还是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她 红文定凭借着一双柔软的手 终于打到了白莲道长 可惜也只是抓破了她的一片衣袖 红文定试了是她的脖子 腹部 背部 耳朵 连裆部都试了 依旧找不到白莲的死穴 白莲道长给了她那么多次机会 最后示范给她看 你看着 这才叫打穴道 说吧 白莲道长对着红文定打了一套百步追魂掌 只要红文定走足一百步 就会吐血身亡 红文定跌跌撞撞地从白莲叫走了出去 好在走过一百步之前就遇到了阿诚 阿诚将她背下了山 彪嫂本想去请个大夫 谁知阿诚将这件事告诉老板后 老板说自己有办法救红文定 原来老板也不是普通人 而是反清组织的一员 他对人体穴道颇有研究 于是被红文定疏通了穴道 几天后 红文定的身体果然康复了 老板还送给他一本穴道的书 让他每天加以研究 总有一天一定会打败白莲道长 于是红文定对着书仔细研究起来 然而不管研究什么 最倒霉的那个人一定是阿诚 阿诚的穴道被他涂满了红色的朱砂 红文定每天拿着阿诚练习 又是一年端午 红文定知道 这是白莲道长一年一度洗澡的日子 便再次去往白莲教 结果在半路上遇见了高进忠 二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红文定的功夫大有掌机 完全可以吊打他 最后他直接打中高进忠的咽吼 高进忠以命无呼 此时白莲道人还在泡澡 红文定偷偷从下水道爬了进去 并给对方来了一几出其不意的袭击 好在白莲反应足够快 躲开了红文定的袭击 害怕走光的他快速穿上衣服 见红文定如此嘚瑟 白莲让两个金童先对付他 等到两个金童被杀后 白莲才跳起来和他打在一起 红文定的功力果然大有进步 不但轻而易举能打中白莲 还能一一试探起死穴到底在哪 这次红文定点到了白莲道长的笑血 白莲道长边笑边和他打架 随后又往哭血来了一针 白莲道长立马伤心的哭了起来 可不管试了几出穴道 根本没有找到死穴 很快白莲道长被扎成了一只刺猬 但奇怪的是 红文定依旧没有找到他的死穴 只见白莲道长气沉丹田的放了个响屁 身上的针立马被弹飞了 白莲道长给了红文定致命一击 让他再次伸手披向红文定时 红文定拿出一根针扎住了他的手掌 原来白莲道长的死穴竟在手掌上 到底给你找到了我的死穴 白莲道长说完原地去世了 红文定想不到居然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 原来你的死穴在这儿 好了 我打死白莲道人了 他为了替胡亚彪报仇 三次闯进白莲教 如今老胡的大仇终于得报 而红文定也算是为民除害 杀死了祸乱天下的白莲教教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